吉安乡公所4号的上午在中心路旁的友善乡民农园 举办了野菜创意料理季成果展的活动 并且和花田喜事农场共同合作 发挥创意让原生食材来乳菜 呈现出一道道独特的佳肴 而乡长游淑珍也亲自到场 和所有人共享汉水丰收的果实 吉安乡公所在今年度透过社区总体营造 湘民农园计划种植农作物系列研习课程 培立部落农民更做技巧 邀请高建民、赵芷润、徐炎花等三位讲师 为学员们穿受光合菌、肥料培养及杂粮作物 田间维护与采收处理等诀窍 4号上午在中心路旁的友善湘民农园 举办野菜创意料理季成果发表会 并与花田喜事农场共同合作 发挥创意让原生食材入菜 呈现出一道道独特佳肴 看到了数十位的农民在这里做耕作 我们看到了是一份成就感 也是一个休闲健康的原地 我们孕育了很多有机的蔬菜 看到他们为自己种植 把菜送到文件站跟朋友分享 这也是吉安乐火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田园 我们三位老师在这里做长期的指导 我们用健康的素材来取代了一些化学的肥料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正确的种植方法 也可以得到了友善的友谊 跟乐活的耕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甜美 希望我们吉安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分享 吉安厢长游淑珍在上任之后就积极推广友善耕作 除了吉安苗圃快乐农园 特陆库亲子爱的野菜园区 北昌快乐农园 一直到今天的中西路阿美族乡民农园 已经设置了多座无独健康友善农园 期盼让更多民众分享快乐种植 种下家人的爱与健康 并感受相公所推动友善耕作的意涵 欢迎来吉安 是健康 是快乐 记者许立琴吉安相报导